大家好我是阿华我现在在青山的奥山市历城啊有粉丝给我推荐 这边有一个大排道非常有特色 汉胡大排道 鱼骨烧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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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爆腰花 这才是大排上正确的打开方式啊 鱼骨烧豆腐 嗯 不腥 不要歇 鱼子做不好就腥 它这一眼腥味没有 豆腐也很嫩 鱼子还有鱼打啊 这泡了米饭嘎嘎的 哎 是什么 鱼泡 鲜鲜稍微有点味辣 但烧的绝对倒背啊 鱼子豆腐本来就是绝配 吃这个道菜主要是吃食材 如果鱼子不好的话 特别粗的那种打鱼子就不好吃 心臭干的虾球啊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把臭干的和下球整在一起 先摊个臭干的吧 嗯 这就胡达的油炸臭豆腐 臭豆腐很臭啊 这个虾球是鲜的 他俩融在一起 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这个厨师也是脑洞大开眼 一说一下真是好吃 等下800干 打不到东西放在一起 一说味道还真的挺皮特 这俩上组作也是绝了啊 虾球很Q弹 但是有点臭干的味道 这道菜就是纯纯的 闻着臭 吃着香 花椒醉龙虾 要蘸芥末吃啊 芥末放这 我尝一尝 有一股花椒酒的香味 上面的甜 他这是煮熟了以后泡的 这种煮就要熟烟 生烟是两个概念啊 熟的 所以放心吃 如果是生烟的小龙虾 你敢不敢吃 我还有点不敢吃 这么吃就是一股酒香 还有微甜味 蘸芥末 老不爽了 吃出海鲜的感觉 我建议自己吃 不用蘸这种芥末 蘸芥末 蘸芥末有点多味的 一吃就是芥末味的 吃不出这个虾肉 本身那么鲜甜 有点压住了 扇鱼 这小扇鱼 味道是好一些 要鲜嫩没有土清味 配料有大蒜 还有黄蚝条 有一个朋友 带我到湖北的乡下去吃 那个鲜鱼的味道差不多 家常味道 人到中间不得已啊 咋还被说了 吃点腰花吧 腰花是真嫩 他这个菜也是稍微有点回甜 蟹角面啊 蟹角面里面蟹角 咱就不难了 主要是吃它这个味道 蟹角面蟹角属于配菜 面条还是灵魂 稍微有点辣 再一点 不咸 吃点面千万不要咸了 这个蟹角的鲜味 全部味道这个面里了 咸鲜回甜 大家看它确实挺有色色 都是很接地气的 喜欢吃大麦当的 可以过来尝一尝啊 不咸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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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